你 是啊 你刚才声音不是挺大的吗 刚才是我不懂事 我比较急 您是谁啊 您是我们山区未来发展的希望 哪支角 右角 你别碰我 我给你抹药 要不然明天就肿了 我自己来 行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别人结婚你要去闹 你脚崴了我背你又不行 现在给你抹个药 就像占你便宜一样 行 你自己抹 邱总 这是我们本地的竹制茶具 和我们家自己炒的茶叶 给你喝点茶 什么 我说邱总 我给您泡了茶 您喝茶邱总 是啊 你刚才声音不是挺大的吗 刚才是我不懂事 我比较急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是谁啊 您是我们山区未来发展的希望 对不对 还挺好看 竹子做的 还有更好看的您看看 这个也是 是 这全都是我们这山区的竹木加工厂做的 远销欧洲 你说远销欧洲 那欧洲很少有竹子 交路应该不错吧 当然了 为我们赚了不少的外汇 就这些竹木加工厂 他们也是重污染企业 所以我们都得关停 可见这一次我们政府的决心有多大 关停的难度也有多大 那你关停之前给我也吞一批背 一起发财 这里再说 您还是跟我说说 关于这个绿野仙都这个项目啊 我看了半天 好像看得也不是很明白 觉得有些梦幻 梦幻 嗯 你看看 你是觉得不切实际吗 当然不是 只是呢 可能我还不够了解 想听邱总您说说 顺便跟您学习学习 嗯 咱们前段时间聊到 关于绿色产业转型和 开发文旅项目 打造度假山庄和旅游圣地等 交为可行的操作方案 在您这个规划里面呢 却是只字为题 全篇都是您打造梦想的 一些概念和规划 这个 我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我升级了 升级了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乡村振兴靠什么 在我看来 一 是行之有效的好政策 二 那就是人才 二十一世纪最缺的就是人才 最不缺的也是人才 那什么是人才呢 只要是怀揣着梦想来到我们山区创业的 有志青年 在我看来都是我们的人才 那么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要打造好这个梦想的平台 彭书记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那你是不是该跟我说说具体的实施方案 这样 我们先投入一笔进来 打造一个集休闲餐饮旅游住宿会谈 于一体的生态度假村 名字就叫绿野仙居 绿野仙都 绿野仙都当中的绿野仙居怎么样 既然您都已经提出了这么高级的设定 为什么落地以后就变成这么单纯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呢 概念设定当然要高啊 不懂 不管人才还是梦想最后都是要落地干活的 那有的人就喜欢搞旅游 有的人就喜欢搞餐饮 都可以来我的仙居啊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 搞搞影视也是可以的 邱总 这个绿野仙都 是您设计的吗 当然是我设计的了 主要干年是我提出来的 具体内容是公司策划部门出的 数据版的还没给你呢 给你头更大 总之你要是喜欢就去实现 这策划案当是我送你了 分之后我就要我的绿野先去 分之后我就要我的绿野先去